我们中国内地的工厂主要以中国市场为主 那么欧洲市场为富 理宁公司在运动品牌里面来讲说 他们肯定是比较高速在成长 那么我们其实每一季 也跟他们的生意也在成长 所以我们也就要顺应我们的这些 股东们的这些要求 我们公布了一个25%到超过40%的 这个股息Dividend Policy BCCS集团是一家在马来西亚 巴都巴西亚发迹的大马上市公司 那多年以来呢 该集团已经成功崛起成为 国际知名品牌的运动服饰生产商 那旗下的客户呢 包括有这个Puma Likaton还有李宁的 那该集团也在今年8月份呢 公布了记录性的业绩表现 更宣布派发股息 以奖励股东的 那究竟这家首国超过 6000万令吉现金的大马公司 有什么特点 未来动向又如何呢 今天呢我们有幸 跟集团董事经理 曾伟强做了一个转访 并制作了5个视频 那大家记得留守我的YouTube频道 以获取更多的资讯 那第一集呢 我们将先讨论BCCS的业务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 老板怎么说 BCCCS的客户包括这个Puma Declaton有这个里面 其实大致上你们为这些客户提供一个怎么样的服务呢 是不是帮他们做这个衣服仿制还是有包括这个设计这一方面呢 我们BCC现在给我们所有的客户的这个服务呢 从设计到研发到开发一直到量产 每个点都有专注到 但是每个客户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们给的服务也不一样 明白那你们是专注在这个大众服饰方面还是运动服饰呢 当然BCC现在的这个产能呢 我们还是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基本性的一些产品 但是我可以讲说我们已经超过一半的是运动服饰 那么呢将近也有30%左右是专业的运动服饰 当我说专业甚至到了世界级的这种叫做比赛服 明白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网站有提到这个是ODDM ODDM的意思就是你们有参与整个衣服制造的设计吗 manufacturing呢其实是在整个制造一件衣服呢 其实是在最后面的这个环节 在它制造出来之前呢它必须先开发 因为设计师的想法是在纸上面嘛 你要从这个纸把它变成衣服 你是需要由一个一个人来把它开发出来的 那么呢在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要考虑到它的性能它的功能种种 所以呢就由我们像BCC这样的公司呢 注入了很多我们专业的一些know how 知识在里面 所以能够让它成为量产的时候呢 能够达到那个性能跟那个功能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设计这一块 有哪里一些客户是有负责这一块的呢 其实蛮多的客户我都有帮忙在这个设计的这一块 但是设计里面又分成了两个 一个呢就是在外观的设计 就是它的花样啊它的颜色啊 但是呢有一些设计呢是在它的功能上的设计 也就是说我的设计的这个注入呢有可能 并不是这么多的在它的这个外观上面的这个 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呢是它的功能性可以 给到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提高它的性能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子说吗 其实那些你有设计到设计这一块的工作的客户 你的那个毛利都会比较高一点 基本上我们增加了我们跟客户的粘性啊 增加我们对客户的粘性 所以他们会比较幸运把这部分的工作交给我们 这样子我们的生意会更加的稳定啊 所以一般人他们一想到这个运动服饰 就想到说你必须要有非常高的科技 然后你才可以做出很好的那个性能的一些衣服嘛 所以BCCF在过去可能十年以来 已经转型成为一家也投资在科技的一家公司嘛 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科技在运动服务里面呢 一直以来是一个重点 在以前也是 但是我可以说在这近几年里面呢 我们BCCF 我们花了更加多的时间跟精力跟资源在这方面的开发 因为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在我们的 传出我们的运动服务的时候呢 可以更好的表现 那可能很多人不明白 他们以为说 今天你拿到一个大的品法好 好像Puma一样 他今天他有设计师嘛 他设计好了衣服就丢给你这边 你就帮忙生产 可是你们设计的不一样 你们从研发到设计到生产整整条这个LINE 你们都有参与嘛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非常完整的一个生产线